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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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爷身份金贵 谁动 杀谁 不知道吗 李宗盛 告诉福泉 好好训练马匹冲锋 和火炮的配合 朕 阅兵的时候要看 喳 皇上 徐大人到了 以后多拿时间好好练练弓马 不要身子骨这么弱 郭秀是你的门生 是 这京城里的人说他是铁面玉石 这是孤侄卖名呢 还是实有其事 他面是铁的 对皇上这个心是软得柔顺得很 看来你在汉林院这几年读的书啊 收益不小 这话说得可妙极了 他参禁府城隆的作报 朕看过了 朕也批复了 很有见地 可是有一件事情 他似乎忘记了 臣愚钝 豺狼当道 安问狐狸 守恶不去 讲这些党语做什么 臣明白 禁府城隆马上就要得问入京 玉田案总得有个人审 朕想给你一个刑部的差事 你能不能办好 臣愚钝请皇上面受记忆 这话说得更妙 别说得更妙 费倪 谢谢 卡 来 来吧 左相 多谢 多谢 高相贺寿来拜 高相 姗姗来迟啊 高相来了 高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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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相好啊 恭喜名相 贺喜名相啊 高相 你这手礼捧着是什么宝贝啊 名相家里金山银山 我这送寿礼我可不敢当 我就是个穷孙书生 写幅字给名相贺寿 这总说得过吧 高江村是书画名家 把字打开 给大家饱饱眼福 穷爱 说的是名相时时刻刻想着百姓 爱民如子之意啊 高抬 高抬 把这字挂到营门的中堂上去 高相快请入座 来来来 请 你来晚了 得罚几杯 高相 你得给名相算一挂 这可是你老本行啊 挂摊子都踹了多少年了 手艺早就生疏了 名相还用得着算 那肯定是一辈子荣华富贵啊 那就喝几杯吧 来来来 你给大家唱一首啊 高兴这嗓子 忒不得了了 相爷 遇事言官郭秀老爷来贺寿 让他进来 来来来 喝喝 来 喝 郭某来迟不敬 赎罪 郭兄不敢当啊 郭兄虽未入阁败相 但名声早已在外 把我等压的 一点踩头都没有啊 快请入座 我们正在喝酒取乐呢 那就更好了 我 是来念寿文的 郭秀 奏请拿问明诸折 行 是 臣郭秀 贵奏 臣察 我朝南书坊大臣 领侍卫内大臣 太子太保明珠 自康熙十四年 入阁参赞朝五 吕蒙朝恩 唯以重任 本应健得爱民 忠诚施主 以图仰暴万一 该缘却贪污坏法 结党营私 祸国殃民 非但明珠一己也 其党羽 于国柱 一经援引 表礼为奸 又有其党羽 高士奇 出身为贱 其使徒不来京 穷途末路 潦倒不堪 皇上布居一格 领入南书坊供奉 而高士奇 肆无忌惮 脚势揽权 收受汇吟 成千上万 以一文不明之穷儒 忽为数百万之富翁 试问 今从何来 又有江南淤田一案 五万亩良田 皆被其党羽收罗之名下 与晋府陈皇 表礼勾结 貌似忠贞 实乃大奸 明珠 于国柱 高士奇 晋府 陈皇 豺郎其姓 蛇邪其心 天下之官敢怒而不敢言 陈若不言 有负圣恩 请吏赐罢处 名正典刑 天下兴申 臣郭秀 跪拜 好胆量 我的文章不派马屁 明相休怪 无礼了 与其在这儿喝苦酒 不如 进去听听皇上的圣意 明相 多保重啊 要是真有什么事 我老所一定替你说话 保重 受此七尺大辱 我早将生死置之度位 还保什么重 走啊 去面圣 凌罪群 领罪群 高侠 给您看看我亲手调的 鼻咽儿的秘方 看看 这个 茉莉花瓣 这可不是寻常的茉莉花瓣啊 天山上让人踩了来 晒干了 送过来它 日照最长 味道最厚 你看看 茉莉花瓣盐成这样的粉 看见没有 弄这么一点 跟着鼻咽儿 跟着鼻咽儿 活在一起 凡是有贵客来呀 我都亲自的调上这么一叠 这个味儿啊 高香 您得着 所向真是好雅兴啊 尝尝尝尝尝尝 好 明珠 明珠 皇上有口谕给你 奴才明珠 恭领皇上口谕 传皇上口谕 明珠给假三日 回去 好生歇息 你闻闻哪你 所向 高香 皇上叫您二位爷的起儿 喳 走走走走走 高香 庐才 那我们就 遵旨 您这是怎么了 高香 他呀 中了我的法术了 高香 姐 高香您倒是一点都没浪费 左相真神贤爷 行了行了 你别把我这小点给我猜了吧 二位爷请着 Lal 郑 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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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志祁啊 可是实情 辉花儿画 这些都是实情 既然属实 为何不聚实奏成 皇上 明珠之间 举朝皆知 可人生在世 是 莫不怕死 就像所相这样 和明珠共事多年的 都没有弹劾他 更何况臣只是一个 区区的草召之人 放屁 你在南书方弑军多年 弑军为终 你要怕死 就休在朕的跟前做事 是 是 皇上 这明珠阴险狡诈 欺君往上 心术不正 奴才 请主上治罪 皇上 国秀在奏本里 连臣也一同弹劾了 臣不能帮明珠说话 臣只是斗胆尽眼 明珠她围观多年 门生弟子遍布天下 更是一国之相 还是多年的南书方大臣 她最不知死啊 还望皇上 从轻发落 我 你是说不动明珠 臣以为 如此大的风波 必将震动朝野 久久不能平息 皇上 您明年还要亲征戈尔丹 没有必要动这么大的干额吧 毕竟这朝廷之内 无事便是福啊 明珠 比出敖拜还难 回皇上 那敖拜是明火之战 无法无天 这明珠只是借了皇上的 神圣威武 作威作武 这除明珠 在皇上来说 那是易如反掌 朕大病一场 身子骨是没有之前硬朗了 但是朕的头脑 比之前更清醒 这些年朕一直容忍你们 觉得只要君臣一体 就能把我大清治理成 两千年未有之太平盛世 可惜啊 只要有你们 我大清怎么可能 变成太平盛世 你们作威作福 百姓怎么能值得起腰 好 朕向来心软 总是在想啊 身边的人 能不动 就不动 看来啊 朕错了 了 您 任不能汇齐剂衣 四挺 choses 壮士断壁 皇上圣明 皇上 圣明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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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在床上 一叫睡到现在 连鞋都没脱 你高江村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吓成这样 怕是大事不妙吧 宽心 宽心 我今天来怕是要给你遭怨了 老索在我的门口满布耳目 不过话说前面 我明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自作自当 你用不着害怕 你这叫什么话 咱们俩是一样的人 你都不怕 那我怕什么 好 有什么话要说 我只能说 这件事情来头不小 你心里可得有数 背后是皇上吗 是啊 皇上绝口不提国秀 自他国秀大闹寿宴之后 下面的阎官上了无数的残者 独产员 汉林员 再加成六部的人 都跃跃于世 强倒众人推嘛 个个都是小人 国秀除了惨你我之外 把晋府和陈皇也捎带上了 皇上嘴上虽然不说 可是已经发往六部 赵九卿一处 开六部大审 山雨欲来 丰满楼啊 依你看 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或者 或者我明天写个奏报 引咎辞职 难 难得很哪 你要进宫苍 突死狗棚 千古同利 明白了 回去零死便是 你看过金书吗 没有 没有 西晋有个石虫 是个百万富翁 他赴刑场之前仰天大笑 说小人们想夺我的家产 你猜 跪着手怎么说 怎么说 跪着手说 既然知道要死 为何 不早早散财呢 你猜 明珠接旨 明珠 功领圣旨 传皇上口谕 折南书房大臣所额图 查封明珠家产 钦此 奴才明珠接旨 叩谢天恩 来啊 先把帐房封了 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有四代财物者 休怪老夫无情 是 在腾出几间空房来 请明相和他的家眷 暂时歇息一下 好生办差 不许骚扰女眷 否则老夫替死你们 是 是 去吧 明相奉旨伴差 身不由己 还请明相恕罪 快请起来 请请请 来 off 或许是 无论 防毒 hero 最臣明珠参见所向 不胜惶恐 老索叫爹 老索叫爹 这 别跟畜生一般见识 畜生 起来吧 多谢所向 多谢所向 保我全家不胜感激 荣当后报 后报 你还有后吗 皇上要杀我 那倒未必 坐 坐 坐 他要是想杀你 我怎么也会从中保全下来 吐死胡悲 物伤其类啊 我说的可是真话 多谢 皇上 打算怎么处置我 这可不知道 他现在的心思 谁也猜不透 他让我问你几个问题 他让我问你 茶鱼填案 你在河道上买了近五万亩的良田 都是怎么买的 以家人和朋友的名义购买 地契 都在我书房的桌子上 这我都拿到了 他让我问你 你这一档还有什么人 我这一档 我这一档 树倒胡孙散 哪还结得了档啊 所有的罪过 都算在我一个人身上 过去那些巴结我的门生故旧 算不了我明珠一档 皇上要是不放心 杀了我便是 为我一人兴大玉 得不偿失 你还是讲义气啊 皇上还让我问你 你买土地的事情 晋府知道不知道 是什么 晋子元 晋子元管得了这个 怎么 你们把他 也算我明珠一档了 你们若不是一档 你为什么总替他说话呀 你们若不是一档 你又何必兔死胡碑呢 给你提个醒吧 晋府陈皇被抓 是不是你说的 朝中不会再有忠臣 还有 康老三 这也是你叫的 高世奇说的 你要是这个态度 我可帮不了你 皇上有秘哲 天下哪有他打探不出来的事啊 行啊 你们说晋府是我一档 那就算吧 这就是了 朝家的东西都在外边 你要是还有什么想要的 现在就把它拿回来 我从单子上给你抹去就是了 我这说的可是真的 绝不泄露 多谢 那是给皇上攒的 刻薄 行了 我的差事算是办完了 咱们就此作别 你还有什么 要我替你说的吗 比如 求什么恩典 你看清楚了 早做抽身而退的打算 咱们逗了大半辈子 你最清楚我 不给皇上演戏看 谁也保全不了 我走了 你一切当心 我知道 这件事情 我替你求不了情 你不去 太子就不能安 我临来的时候 我临来的时候 皇上跟我说过 知民理财 再想找个像明珠 这么头脑清醒的好手 恐怕是难了 但是他要在 好买来 应提那颗心就死不了 这句话 兄弟可是把脑袋舍了跟你讲的 这话我烂在肚子里 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也就值了 多谢 拉索教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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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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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珠抄家清单 亲赐王府一座 平台二十七座 共三百四十间房 花园一座 田地两千寝 档铺三处 本银二十四万两 金库存金两万一千两 银库元宝两万三千个 钱库治钱一百七十万文 玉顶十座 玉庆十块 玉如意四十柄 香玉子坛如意四百零五柄 蓝宝石十块 红宝石十块 大珍珠百枚 香金八宝平五架 银碗银盘七十二桌 金香块一百双 古铜顶十一座 古剑五口 宋纸一千零 端燕四百五十一方 珊瑚树四颗 高三尺六寸 金香玉古中一座 绸缎罗沙五千二百匹 白胡皮二十六张 黑胡皮二百五十张 紫雕皮四百四十张 大紫铭中五座 小紫铭中七十座 珠宝金银朝珠玉佩等物 共一万零十一件 另外明珠一党最受益的是余国柱 奴才已经派人去查抄了 皇上 在明珠的书房 发现了一个暗阁 阁里边有一个小蓝本 这里边记录了上边那些礼物 所赠之人的名字 忘了皇上明察 好 办得好 高日齐 拿去好好看看 是 皇上 皇上 明珠全清朝野 不光是臣 百官均有所赠 皇上 您还是重重地责罚臣吧 高相 我还带来了 一件你送给明珠的东西 那可是比其他官员送的 要贵重得多呀 什么东西拿过来 喳 来 好字 好字 高日齐啊 你这个身份为何要给明珠捧臭脚啊 慕爱 他配吗 我归皇儿话 明珠贺寿 百官送礼 臣 实在是不知道送点什么好 他之前跟臣求过臣的字 皇上 您仔细看 这个不是木碍 这这 这是收受贿赂的收受啊 皇上 臣实在是卑鄙无奈 皇上 您明珠 你这会狡辩的鬼才 又让你逃过一关 滚起来吧 皇上 有些人啊 读了书就不往正地方用 专门想着对付朕 所向你说恶不恶心 皇上说得是 朕本不想中处明珠 没想到他背着朕 收领了这么多的钱 还收了这么多的名堂 这背后 还不知道有多少恶心的事 奴才明珠 叩问圣安 圣躬安 皇上口谕 隔去明珠 领侍卫内大臣 南书房行走 留任散至大臣 随班伺候 亲子 奴才明珠 谢恩 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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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